以西节书第十三章,耶和华的话临到我,说,人子啊,你要说预言攻击以色列中说,预言的深言者,对那些从己心发预言的说,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。 主耶和华如此说,预言的深言者有祸了,他们随从自己的灵却一无所见。 以色列啊,你的深言者好像荒场中的狐狸,没有上去独当破口,也没有为以色列家修造强缘,使其当耶和华的日子在征战中站立得住。 他们所见的是虚假,是谎诈的占卜,他们说是耶和华说的,其实耶和华并没有拆遣他们,他们却指望自己的话必要成就。 你们岂不是见了虚假的意象吗?岂不是说了谎诈的占卜吗? 你们说,这是耶和华说的,其实我没有说。 所以,主耶和华如此说,因你们说的是虚假,见的是谎诈,所以我就与你们反对,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 我的手必攻击那件虚假意象,用谎诈占卜的深言者,他们必不得列在我民的会中,不得录在以色列家的册上,也不得进入以色列地。 你们就知道,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,因为他们使我的民走差了,说平安,其实没有平安,就像有人立起墙壁,他们到抹上未泡透的灰。 所以,你要对那些抹上未泡透灰的人说,墙要倒塌,必有暴雨漫过,大冰雹啊,你们要降下,暴风也要吹裂这墙。 这墙倒塌之后,人岂不问你们说,你们抹上未泡透的灰在哪里呢? 所以,主耶和华如此说,我要在愤怒中使暴风吹裂这墙,在我的怒气中,必有暴雨漫过,必有大冰雹在愤怒中毁灭这墙。 我要拆毁你们用未泡透灰所抹的墙,拆平道地,以致根基露出,墙壁倒塌,你们也必在其中灭亡。 你们就知道,我是耶和华。我要向墙和用未泡透灰抹墙的人发尽我的愤怒,我要对你们说,墙没有了,抹墙的人也没有了。 这抹墙的就是以色列的身炎者,他们指着耶路撒冷说预言,为这成见了平安的异象,其实没有平安,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 人子啊,你要面向你那些从己心发预言的民女,说预言攻击他们,说主耶和华如此说,这些女子有祸了。 他们为众人的手腕缝制符咒的袋子,给各样身材的人做头巾,为要猎取人的性命。 难道你们要猎取我民的性命,为立即将人救活吗? 你们为几把大麦,为几块饼,在我民面前亵渎我,对我的民,就是肯听你们谎言的人说谎,杀死不该死的人,救活不该活的人。 所以,主耶和华如此说,我反对你们符咒的袋子,就是你们用以猎取性命,如同猎取飞鸟的。 我要将那些袋子从你们的绑壁上扯去,释放你们如猎取飞鸟一样,所猎取的性命。 我也必撕掉你们的头巾,救我的民脱离你们的手,他们就不再被猎取,落在你们手中,你们就知道,我是耶和华。 我不使义人伤痛,你们却以谎话使他伤心,又兼顾恶人的手,使他不回头离开恶道,而将他救活。 因此,你们不得再见虚假的异象,也不得再行占卜的事。 我必救我的民脱离你们的手,你们就知道,我是耶和华。 以西节书第十四章 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,坐在我面前。 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,说 人子啊,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偶像接到心里,把献他们于罪孽的绊脚石放在自己面前。 所以,你要告诉他们说,主耶和华如此说,以色列家的人中,凡将他的偶像接到心里,把献他于罪孽的绊脚石放在自己面前,又去到伸颜者那里的。 我耶和华要就着这事,按他众多的偶像回答他。 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住他们,他们都因着偶像与我生疏。 所以,你要对以色列家说,主耶和华如此说,回头吧,回转离开你们的偶像,转脸离开你们一切可憎的事。 因为,以色列家的人,或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,凡与我疏远,将他的偶像接到心里,把献他于罪孽的绊脚石放在自己面前,又去到伸颜者那里,要向他求问我意思的。 我耶和华必亲自回答他。 我必向那人变脸,使他成为见解和笑柄,并且我要将他从我民中剪除,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 深言者若被迷惑说一句话,是我耶和华认那深言者受迷惑,我也必伸手攻击他,将他从我民以色列中除灭。 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,深言者的罪孽怎样,求问之人的罪孽也必怎样。 好使以色列家不再走迷,离开我,不再因自己一切的罪过,玷污自己,只要做我的子民,我做他们的神,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,说,人子啊,若有一地的人行事,不忠实得罪我,我也伸手攻击那地,断绝那里所倚靠的粮食,使饥荒临到那地,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。 其中,虽有罗亚,但以礼,约伯这三人,他们只能因他们的抑救自己的性命,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 我若使恶兽经过那地,毁灭其中的居民,使地荒凉,以致因这些兽,人都不得经过。 虽有这三人在其中,主耶和华说,我指着我的生存起事,他们连儿女都不能救,只能自己得救,那地仍要荒凉。 或者,我使刀剑临到那地,说,刀剑拿,要经过那地,我要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。 虽有这三人在其中,主耶和华说,我指着我的生存起事,他们连儿女都不能救,只能自己得救。 或者,我使瘟疫临到那地,借流血的是,把我的愤怒倾倒在其上,好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。 虽有罗亚,但以礼,约伯在其中,主耶和华说,我指着我的生存起事,他们连儿女都不能救,只能因他们的抑救自己的性命。 主耶和华如此说,我使这四样严厉的刑法,就是刀剑,饥荒,恶兽,瘟疫临到耶路撒冷,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,岂不更重吗? 然而,其中必有余生的人,连儿带女被带出来。 他们要出到你们这里来,你们要看见他们的行径和作为,因我将给耶路撒冷的一切灾祸,你们便得了安慰。 你们看见他们的行径和作为,就必得安慰。 你们必知道我对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,并非无故,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 以西节书第十五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,说 人子啊,葡萄树的木料比其余各种木料有什么强处? 葡萄枝比林中种树的枝子有什么好处? 可以从旗上取木料做成什么呢? 可以取来做钉子挂什么器皿吗? 看哪儿,已经抛在火中当作柴烧。 火既烧了两头,中间也被烧了,还可用来做成什么呢? 完整的时候尚且没有用来做成什么,何况被火烧坏,还能用来做成什么呢? 所以,主耶和华如此说,林中种树以内葡萄树的木料,我怎样使他在火中当柴烧? 也必照样带耶路撒冷的居民。 我必向他们变脸,他们虽从火中出来,火却要烧灭他们。 我向他们变脸的时候,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 我必使这地荒凉,因为他们行事不忠实,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 fiel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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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eld voilà! 我一直有askane, ha了毒度的薄草 face initiated吗? 我必使用这大怪еле很扯轻轻给心灰里面和脸之二。 那请给你闻报道ھ画? 原本 Tucker 스트�行为华什么mb Lecurs Yuri mit番号! saint Peter 说 我的吩司是可以叫大 arter夜唯导! 放过180度的布图 给原来湿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